110名尼日利亞女學生被綁架一個月後 當中91名女童被博科聖地釋放返回家園 1名自殺炸彈手在赫布爾大學外引爆炸彈 最少26人死亡另外有20人受傷 菲律賓一輛巴士在一條泥路行駛時跌入峽谷 造成19人死亡,17人受傷 科聖旺一個反對黨在國會就有關與黑山邊界或界協議進行投票時 在國會內釋放催淚彈,使國會被迫終止會議 台灣海空軍出動船隻和飛機,監視中國航空母艦在台灣海峽航行 美國生長ings星大陸 大福利坦